談一下車股1211 上個星期五就急跌9% 會不會再跌呢 他說要到幾點反彈 幾點反彈 這些位置其實正在彈 還有沒有貨 另外一個人問什麼位置可以入 沒有貨就繼續冷靜 你之前可能會想 駁到230多元的位置受得住 上個星期就一口氣跌穿 其實在聯儲局議息會以後 你見到很多股價就是這樣的 你打算定那些止瀉位 打算那些位置安全 一去跌一跌一跌 就引來一些更加強烈的追股壓力 所以很多情況是走到走不及的 反應慢一點都不跌 短期來說車股就會這麼快 下一個支持就是200元的水平 按道理 在200元頭的位置 你是可以有條件去駁一下反彈 但問題就是近期的沽壓這麼厲害 會不會重複上個星期五個錯誤 你打算200元一折 怎知道就像上次230元一折一樣 接著又跌下去 所以短期來說先看定一點 車股這些是有條件 我們就是股值做adjusting 那些相關的股份 還有一個叫做一性調整空間 但是沒有貨你打算短線投機 不是駁這些東西的 我覺得未必有個大跌空間 如果你真的硬要去反彈的話 要好貼事 一穿今天低位你就要走 短線可能能彈到230元就要收手 都有一定的駁率 現在216.8元做止蝕 駁它彈到230元左右 即是駁10元 4、5元駁10元左右 OK的 但是day trade而已 隔夜 即是你放假期回來之後 我們最怕就是這段假期的時候 可能Tesla做一些調整 它就有機會裂口大開 所以你說做day trade 短線比亞迪沒有問題 都是不斷地用一些 當日的低位理造指示 這樣去駁 但不會特別高值駁率 所以我覺得沒有貨的 不如短期來說 市場不是查這些股份的 那兩年 是 那兩年 那一年 在一年 那一年 是 是